大家好 进入了夏季温度达到了30度 我们养护金钱树 一定要了解 进入夏天 金钱树最怕什么 我们就能把它养护好 大家看一下我这盆金钱树 这些都是新长出来的新芽 这些新芽叶片非常宽 比之前的老一代的芽还要高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用塑造的富豪肥 每隔一个月半小勺 精英的撒在盆土的表面 我们知道金钱树最怕什么 就能把它养好 第一怕不通风 在室内养护 我们一定要加长通风 浇水之后更有利于水分增腾 浇水我们要掌握好 干湿水完 第二怕强光 光线过强 容易灼伤叶片 所以我们一定要适当的遮阴 放在通风明亮的地方养护就行了 最后还是养分 千少养分 金钱树冒出的新芽会弱小 很多花友不喜欢吃一些有机肥 因为养护金钱树都是在室内养护的 我们可以选择这种素效的富豪肥 主要是含有丰富的大连甲元素 能促进新长出来的新芽长得更加健壮 好了 喜欢金钱树的花友们 在室内养护 我们一定要加长通风 温度高要适当的加长通风 避免强光养分要跟得上 这样金钱树才能越长越健康 越长越壮 好再见 再见 再见